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在桃园市长任内涉嫌收费500万 收押48天后凌晨以280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郑文灿神情疲惫 连戴口罩 交保后第一时间就走向洗手间方向 和过去相比身形明显受了一大圈 郑文灿涉嫌在桃园市长任内收受500万元汇款 以及600万元未申报的政治现金被起诉 检方鉴请法院量刑12年 桃园地院28号漏夜训问11名被告 凌晨1点25分裁定郑文灿2800万元交保 郑文灿亲友团正在积极帮忙筹措保费 迅速在凌晨2点41分筹出第一批现金 凌晨3点14分第二批现金送达 短短111分钟内就筹出2800万元 在清晨4点42分点完2800万 紧接着地院陆续裁定 廖俊松以110万元交保 廖嘉欣60万元交保 廖力亭25万元交保 胡水文以205万元交保 收费案中郑文灿虽然坚称 对方把钱装进黑色提袋 直接丢包在关底强迫中奖 他事后已经返还 但检方还是查出 送进关底的是9分纸钞带捆的 郑文灿退回的却是橡皮圈捆的 不仅打脸说他不知道 也未打开黑色包包内的东西 检方还在他积押后 在他住处主卧室边住旁边的暗柜内 查扣出678万元现金 这下可以说是证据确凿 何怡婷考量郑文灿涉案情节 逃亡可能性以及犯罪危害 权衡羁押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 认为现阶段以2800万元聚保 并予以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并且禁止对同案被告证人等人接触 已经足以产生足够拘束力 可作为积押的替代手段 纵使其余被告证词有所翻译 也只属于证据判断问题 确保后续审判进行 因此没有积押必要 东森新闻 萧华明 桃园报导